为什么我从加拿大的温哥华搬来泰国 没有选曼谷 青麦 普吉 却选了一个我从来都没有来过的巴提亚呢 大家好 我是藤颜 今天我会不吹不黑的说一说为什么我选择巴提亚 还是老规矩 在还能看的情况下先下载保存 点赞评论转发给你最重要的人呢 今天所说的全都是心里话 全都是大实话 请大家把保护我打在公屏上 说实话我之前从来没有来过巴提亚 而且之前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还会说 咦 这不是那个什么什么都吗 我发誓我就真的只是看了一下泰国的地图 就选了这个沿海的城市 于是马上把我所有东西打包成了20个行李 从中庸华海运到了泰国 而且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城市 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 首先曼谷我就是最不会考虑的一个城市 因为在曼谷一个人的生存成本一个月就已经过万了 何况我们家是四个人 几次去曼谷都把我堵死了 不是摩托车都堵车就是汽车 像我们这种在温村住惯了的人是肯定住不了大城市的 因为感觉堵在路上就是在浪费生命啊 虽说曼谷的学校是最好的 但是也是最贵的嘛 而且我觉得我们家孩子还是幼儿园 是上小学之前 其实在哪里上应该都是差不了太多的 主要是大人和孩子都得开心 还有很多人一来泰国的话就会首选青迈 其实青迈这个城市也是一开始我就pass掉了的 因为它太靠近内陆了我是需要做生意的 我是需要有旅游生意的 所以太靠近内陆的话 只有其他的一些城市都已经饱和 并且生意非常好的时候 才有可能影响到内陆 当然青迈也是最便宜的一个城市 包括上学国际学校的费用三五万一年 然后别墅的话 五十万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了 反正非常的便宜 这几个城市里面就只有青迈是最便宜的 可是它什么都便宜 它的物价便宜 所以它的收入更便宜 很多人很多中国人首选 养老首选就是青迈 但是如果想要做生意的话 我觉得青迈是真的没有办法的 而且在青迈千万千万不要买房子 租房子就可以了 因为青迈是一个内陆城市的地价 其实非常的便宜 想要买房投资的就不要投青迈了 肯定是会卡在深渊里面的 大家也不要喷我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说的 大V肖恩他也说过 他们长期生活在青迈等 都劝你们不要买房 曼谷和青迈有个非常致命的缺点 就是没有海 你想我都来泰国了 没有海 那我来干嘛呀是不是 后来呢我有去考察一下普吉岛 可是17年去普吉岛的时候 那个房价非常的高 后来我就选择了苏梅岛 因为同样是海景 苏梅的海会比它更蓝 海景会更好嘛 所以我当时选择投资 就是选择了苏梅岛 普吉的话 我去当地考察一下物价什么 会还是比大陆 就是沿海的城市要贵一些 房价也会贵一点 但苏梅和普吉 我都没有选择 是因为我阳光过敏 我每一次去苏梅岛 普吉岛 这种海岛的城市 或者是什么 马来西亚先本纳 或者是加州 哪怕是温哥华的夏天 我都得穿长袖 因为我紫外线过敏 只要是非常直的阳光直照 就是紫外线非常清澈直接到我皮肤 我就会长疹子 非常非常严重 但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我选择了巴蒂亚 我抱着赤死的决心来了之后 后来我居然发现 巴蒂亚和国内一样 有一点点薄薄的雾霾 然后那个雾霾可以保护 我不受紫外线的侵害 所以我在这里居然可以穿短袖 就是可以开心的做自己 还是除了晒黑了一点 其实其他的都是皮肤上的问题 我是已经解决了的 其实很多老粉都知道 我是来这捡漏的嘛 所以最关键 最核心的一个原因 就是巴蒂亚的 所有关于旅游的物业 或者生意都跌得非常的惨 因为曾经巴蒂亚就是靠旅游业 支撑着一个城市 因为疫情很多世代经营旅游业 酒店民宿或者是一些旅行社 都该垮的垮 该抛的抛 所以这个时候来简陋 其实在疫情最严重最严重的时候 其实真的有半价的酒店 或者是半价的别墅 真的是有的 因为我从加拿大过来 就是躲高通路膨胀嘛 在这里的话 其实普罗大众的一些基础的 基础的开支是很低的 然后再加上这里 我会有一些简陋的生意 所以我就常住在这边 帮你们也看一看 我自己也看一看 因为巴蒂亚是一个旅游城市 而且很多欧美人 都是在这里常住养老的 像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我买的那个 前两天刚刚过户的那个别墅 都已经是出租掉的 现在租金虽然很低 是42,2万泰铢 就是8,000人民币 但相对来说也有6个点了 当然疫情好的时候 我那个地段 肯定不止这个价钱 在这里跟你说这么多 其实并不是说 让你们都来跟我一样 到泰国来生活 到巴蒂亚来生活 并不是这样 是因为我想跟你们说的是 我跟很多人一样 曾经说想要去国外生活 首选的就是欧美国家 什么所谓那些高大上的国家 加拿大呀 美国呀 澳洲 新西兰 听上去非常的高大上 可是你去到那边才会发现 什么都得排队 说的免费的东西 其实真的不是 你想象中那么好的 然后你说你想要去那边工作 其实收入是很高 可是你得吃苦 你得存钱 不能随便的花钱 不然也是很容易花掉的 那边的服务根本是没有的 你想请一个保姆 也是很难的 这个是我曾经去到加拿大生活之前 没有想过的 当然国内的发展也非常的棒 只是因为我们俩公婆出来的时间很久了 回去那个思维逻辑已经跟不上你们那个快节奏了好吗 并不是我们不想回去 所以最近后台就有很多粉丝宝宝问我 哎呀那我到底要去加拿大美国好呢 新西兰澳洲好还是到泰国来好 其实日子是自己的 一定要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冷静的分心 如果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样 可以冥想一下 可以问一下自己内心 你到底喜欢哪里 去就好了 不要想太多 凡是你体验过了 多体验了之后 你才知道哪里是最适合自己 哪里是自己最喜欢的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你赚多少钱 你就是最优秀的 并不是你拥有多少你就是最优秀的 而是你最在乎 最喜欢 最想要的东西正好就在你身边 观众童言了解更多跨国游戏生活